这就是真正的入定了 再往下 你还有个地方在动 什么地方 你们吃的东西到哪里去了 你的胃 还有你的肠子动不动 饿了以后 它在里面抗议 咕噜咕噜的响 你的肠子 大小肠在动 还有你的肠胃在动 还有你的皮 还有你的肝 还有你的肾 还有你的彷徨 它都在动 这一动以后 有没有拨啊 今天已经忍力拨 这个发现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个世界 你所处的内外的空间 实际上就像水一样 它是一个整体的 大家知道在水里面 我们现在如果都在水里面 你动 我会不会动 一定会动 因为你动 水就拨了 水一拨 拨到我这我也就动了 你以为空气中咱们彼此就不能够互动 错 今天的引力拨发现 我们就跟鱼在水里一样 空气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你那一动 空气一动 我这也跟着动 它那一动 你那也跟着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与万物为一体 这是佛教的不二观 就是我们跟万物都是在一个整体里 这个整体就是虚空 虚空就像水一样 引力拨给我们证明了 一个洞全部都跟着动 这就像你把大海里面扔了一个石头 它有水拨 湖里扔个石头 有水拨 很远 动得很远 这个叫拨 所以我们在虚空中有没有一波 有 今天证明 有 只是你的能力大小 人家太阳可以引着九大行星围着它转 你能引动几个行星围着你转 人羞要成为重量级人物 大人物 伟人 你这一辈子要有大成就 你要成为充满着吸引力的人 影响力的人 你动所有人都跟你动 你哭所有人都哭 你笑所有人都笑 你就是大明星 什么是大明星 就是精神病越好的人越是大明星 他一笑全场都跟着笑 他一哭全场都跟着哭 就是这种人他就成为大明星了 他具有引动力 就是他哭 你必须是跟着哭的 他笑 你也跟着笑 那笑心搞得你大笑 满场都在笑 最后你成了他的粉丝了 被他吸引了 围着他转了 粉丝就是围着太阳转 我们九大行星 地球都是太阳的粉丝 你不得不围着他转 你被他吸引了 你成为一个多大量级的人物 看你的定力有多大 你能够重力有大 这个重量不是像老师吃这么肥 称体重fat 然后重量够重 那大象够重 他的吸引力就不咋地 他不是称重的 他是什么 他是你的光的密度 你体内光的密度 光的量级 所以你如何来修这个光的量级 整个的佛法就是围绕着一个生命光的修炼 我们普通人的身体是一个耗散结构 是把原有的生命光耗散出来了 拜光了 你是个拜家子 把自己原有的如来藏 原有的生命光 都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贼 把它用在外面消耗掉了 你没有用在生命灵光的提升上面 说佛教给我们把自己变成凝聚态 反观内照 反观内视 反求诸己 不要向外去寻求 这个时候我们把宇宙由你为中心 引动整个太空 引动整个法界 这就是要修炼的核心 我们的下腹腔这个波动如何去止住它呢 很简单 用其光复归其名 什么意思 就还是要用那个母光 用那个母光沉到你的肚脐后面的空腔里面 古代称这个地方为下丹田 那在佛法里面叫齐轮 就是肚脐的齐 齐轮 所以要把这个光沉在这个齐轮中央 下腹腔正中央肚脐后面的地方 使它能够母光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波 波力二相性告诉我们 只要有波动就有粒子 粒子就是量子 粒子的能量态叫量子 粒子没有释放能量的时候它就是粒子 这是物理学的概念 粒子它同时有波动 这是科学家证 所有的粒子 无论什么粒子 粒子是什么 把物质分解到最小最小最小 最后不能分了 最小的那个单位它就是粒子 颗粒的粒 有粒子就有波动 有波动就有粒子 你把这个光沉到了下腹腔正中的时候 所有的粒子就像铁钉 看像锡铁石一样 它就往这个锡铁石上来吸引了 凝聚了 胶着在这上面了 所以这个粒子一旦被这个母光吸住了 它不跑了 刚才说它就像个明洞 我们不能叫它黑洞 因为它是透明的 黑洞是不透明的 这个是透明的 所以它把所有的粒子都吸附到母光球上来了 母子光明会 母子光明会以后 这个紫光就变成什么了 波 刚才说粒子都到这了 波到哪了 波也飞不出去了 波也回来了 这个叫欲海不秧波 欲是渔望的欲 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贪嗔痴一慢 为什么会有财色明石碎 是因为你有欲望啊 你有财的追求 色的追求 明的追求 财色明石碎 我今天看到一个同修拿一个IFOX 他说IFOX 我说什么叫IFOX 我说IFO不差啊 IFO挺好使的 我说明白了 IFOX 对不对 他说那个叫IFOX 我也不知道该读 X还是IFOX 还是IFO某 但是你怎么换得那么快啊 我就很奇怪 我们刚刚IFO7还是IFO8刚换的 这又来个IFOX 欲望 就是人有个欲望 那个电话没坏 我就看见新的 我就痒痒受不了 我就换了 买一个新的去 结果还埋怨不好使 还赶不得上 原来的IFO7好使 IFO7 plus好使 欲望 实际上未必用得着 但是欲望 这是什么 色的欲望 就是物质的追求 我们对财的追求 对物质的追求 对名的追求 对税的追求 对吃的追求 你们看看你们的所谓的shell whatsight 还是晒的 你们的东西 你们拿出来看一看 基本上都是我又吃了什么了 现在人最有福的是机器人 就是你们的手机呀 因为你们没吃都让他先吃了 拍个照 然后再share出去 再尝尝 没味道了 我有一年在山上闭关 到阿尔卑斯山闭关 师父带我们去闭关 十天下山 在山上我们闭谷不吃东西 人很清新 山中的空气很甜 很好吃 吃空气就可以了 这个叫我们传承中的壁谷神功 不是饥饿疗法 结果下山以后 小和尚们一下山你就知道了 什么都想吃 一看在路边上卖西瓜的 我们就去买 买以后我就有一种神通 西瓜拿来 还没闻到鼻子 这个西瓜熟的还是生的 马上就知道了 结果师父在那看 我跟师父说 这个甜 师父说 那个放下 我说 这个甜我刚才闻了 师父说 对 闻了 都被你吃光了 你这个鼻子一吸 结果把西瓜的营养 有用成味儿一吸 全都进去了 这个再吃就没味儿了 你们用手机啪啥 手机一吃 你再吃 没味儿了 没味儿的东西 然后没有香气的东西 你吃到肚子里就闹肚子 肠胃功能就不好 消化功能就不好 以后还是别拍了 还是先吃吧 最好先吃了再拍 用反观内照进去拍 把它画成光了 不要在外面拍了 什么都要学会反观内照 大家要学着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迷失了 都是在追求这些财 色 名 诗 睡上面 懒惰 睡就是懒惰 懒惰就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所以我们要抽懒金 以前的老学员 你们很多也是老学员 今天来捧场 他们有一个坏习惯 到我这儿 老师一问说 练了没啊 因为我们教一个东西让你练七天 练七天基本上就变成你自己了 就会了 真正坚持七天 到底你要练多少时间 一天半个小时就行了 基本练的东西不复杂 就是睡觉起来半个小时练 然后睡觉前半个小时练 老师我现在睡眠就不够 你实际现在睡眠不够 刚好用来练功 为什么 你躺在那睡不着 你干嘛还躺啊 你练会儿功再睡嘛 你早晨醒了是叫懒床 实际上是醒了 不想起来 你用这个时间 你要修炼一个小时 等你睡三个到四个小时 你懒在床上睡三四个小时 我今天半晚有点困 一个是我从加拿大刚回来 还在导时差 眼睛就有点犯困 二一个我昨天为了被本尊课 虐底的本尊课他们要大刚 我四点钟睡觉 今天早晨八点钟起床 我睡了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老师今天还吹胡子瞪眼在这讲课 对不对 你看 精神哪里来的 今天一天到醒到现在没写过谈 病人 风水 问世 没写过谈 没休息过 这就证明给你们看 睡眠八个小时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今天社会上很多错的观念 你要把它纠正过来 一天喝八杯水 不喝八杯水就要洗肾 结果你喝八杯水你才要洗肾 这个是肾脏基金会的宣传 为什么你喝八杯水要洗肾呢 我们这个体内除了水还有火 你还要使水火积极 你的火能够把喝下的水化成气 这个才能被你所用 如果喝下的水变成尿了都排走了 你尿尿越多 你这个气啊 水走气就散 你尿尿越多 你这个气排的越多 你身体越虚弱 有几个 我的两个学生刚开始见我的时候 你知道他喝的水杯是这么高的 这么粗的 然后这样的 我说是 他说懒得打八杯水 我反正一天把这一桶干掉就行了 走哪都提了着 来上课也提了着 我一看我就想骂他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 还是骂他了 我说你肯定有尿疾 尿贫的症 他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 我说喝水喝的 为什么你喝下去能够火不够 把这个水熏成成气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冷了 冷了它要下尘 它要通过尿液排出 通过尿液排出 尿液一排气就散了 人就开始虚 人一虚 肾就开始虚 肾虚以后你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病 所以最后就生病了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科学论证 你看这个科学很多关于生命科学的三年就变了 有的两年就变了 有的两个月说法就变了 跟着他们可坏事了 到底你喝多少水 你口干就要喝一点 喝多少 教给大家养生之道 要学啊 喝多少 喝一小口 喝了以后怎么办 这个要含在舌头上面 然后要舌头打三转 喝一口 吞下去 如果还渴 再喝第二口 基本上三小口下去 你试一下 你立马口中生金 口中就产生金叶了 金是天金的金 这个叫金金玉叶 这个叫天河水 你们知道中文的活命的活字 旁边是一个舌头上面要有什么 水 所以舌头有水你就活 舌头没水你就死了 就这么个很简单 所以你这含一小口搅三下 这个水火 吞下去就变成气了 你再喝一口 三口一定是什么 你看 有人马上做实验 真是好学生 我喜欢这样的 所以三口下去以后 你自己的天河水升起来了 金金玉叶升起来了 口不干了 你看老师讲三个小时 没喝水 一般人在这讲半个小时 呼啦一口水 再放下 等会儿讲讲又呼啦一口水 我讲三个小时 最多的时候我连续讲六个小时 一口水不喝 什么原因 就是自己有自家水 有 keys 不发生的